上回书,说到二爷丁朝会,用这流火仪光法,把这银子弄出来了,这流火仪光法呀,就是用龙皇燕霄弄的,他拿着火光,怎么一找呢,丫鬟出来一嚷,他好进去,把郑家这银子拿出来。 展昭看得十分清楚,但是二爷并没发现南辖展昭展雄飞。 展雄飞回到客店,第二天早上起来,来到了断桥亭,一瞧,这个周老汉正坐在栏杆这儿冲嘟儿呢,这老人家都没地儿睡觉去了。 展昭看着真可怜,轻轻地走到周老汉旁边,用手扶了扶他,老张,醒醒啊,老张,请你醒醒。 周老张猛的一下儿惊醒了,一看,哎哟,公子爷呀,您来了,那个鱼狼呢。 他发现展昭来了,展昭是那儿做宝的呀,那么说给我银子的鱼狼呢,展昭瞧着他没说话,哎呀,周老汉也觉得自己说这话有点貌似。 啊,公子爷来了,小老儿在这儿等候多时了。 老张,老张,那个鱼狼还没到吗? 哦,还没到啊。 展昭心说他还没来? 那好,我在这儿等着,我看他来了,他应该怎么办这件事。 就在这儿听见脚步声音响,南侠展昭回头一看,丁二爷来了,后边还跟着俩人,一个是随从,一个是小叔童儿。 展昭用手一指,老张,你看,送银子的来了。 啊,周老汉顺着展昭这手一看,虽然来的是昨天的鱼狼,可穿招打扮全换了,头上戴着五升公子进,身上穿着剑袖袍,外边闪配着英雄大厂,英姿勃勃。 哦,这是鱼狼吗? 周老汉站起身形望前走,走到这位公子面前,是啊,是昨天的鱼狼,今天怎么穿了一身这样华贵的衣服? 赶紧上千十里,小老儿拜见,刚说到这儿,二爷用手一掺,老张免礼吧。 他没跟周老汉说话,一看展昭,展昭,这么早就来了,看起来您真是讲信义之人。 啊,我只不过比您早来了一步。 丁二爷一转身就跟周老汉说,老张啊,银子依然有了,请问问你, 你要开茶楼,有没有地基呀? 有啊,有啊。 离着郑家楼不远,也就一见之地,那儿啊,原来有座书画楼,卖字画的。 我这个朋友呢,姓孟,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,因为他岁数太大了,就把买卖收了不干了, 这房子就托付我了,让我爱盖什么就盖什么。 好好好,那太好了,不知道老张,你有没有帮手帮着你开这茶楼? 有帮手? 哦,我的外甥乌小蚁,当初啊,他也帮着我照应这茶楼,后来,正心改了字后,就把他轰出来了。 好,那咱们这茶楼可就开定了。 这口气,咱们也堵定了。 老人家,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的,看见没有,我给你带了一口。 丁二爷回身,就跟自己的随从说,你啊,好好帮着老爷子把这茶楼开起来,有什么楼子我盯着? 是,二爷您放心。 这时候呢,小书童儿就过来了,书童儿挺聪明,看了看丁二爷,就把包袱打开了。 展昭一看,这包袱里头可不是锡纸包的了,原来是锡纸包的,现在换成了桑皮纸,八包,有大包的,有小包的。 这丁二爷用手一指,老张啊,这八包银子分领不一样,有多的有少的,一共是四百二十两。 嘿,南侠斩召在旁边一听明白了,昨儿晚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,他往怀里头吹了九次。 可能啊,饶的那包,也得够二十两啊。 小书童儿往前一地,老爷子,您收起来吧。 周老汉揭着银子眼泪都下来了,这眼泪可是洗泪啊。 哎呀,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谢您呐,大恩不言谢呀。 老张啊,你去开茶楼,如果有人问你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,你就跟他说,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丁朝会给你的。 要问你,丁朝会在哪儿住?老人家,你就告诉他们,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。 好,南侠斩召按熟大指,好样的,敢坐敢当。 斩召佩服,斩召也跟周老张说老张啊。 如果有人问,丁二爷给你这银子有人做宝吗? 你就说有啊。 人家要问你谁是宝人,你就说,是长州府武金县玉洁村,此人姓展明昭自雄飞。 展昭是宝人。 啊,小老儿,我全都记住了。 丁二爷瞧了展昭一眼,没说话,心里是暗熟大指,好样的。 这时候,周老汉有打怀中掏出一钉银子,就是头天丁二爷给的那一钉银子。 双手往上一捧,递给丁二爷。 安忍哪。 这钉银子是昨日公子爷您所赐,小老儿可没感动啊,今日奉还。 嘿嘿,老张啊,我明白了。 昨天你看我瑜伽打扮,给你银子。 你呢,恐怕把银子花了,我讹你,炸你。 现在放心了吧。 既然这顶银子是给你的,我岂有收回的道理,就是这四百多两银子,老张你放心,我绝不跟你要利息。 如果日后,我要经过此地,靠你那儿啊,好好伺候我喝一杯香茶,那就存利息了。 好好好好,一杯香茶,哎呀,恩人哪,还是这句话,我就跪地下给您磕头。 哦,又当如何呀,大恩不言谢,小老儿就给您行个礼吧。 这个老人家,他明白是礼,这么大的恩德,我给您磕多少头也没用,心里是记住了。 丁二爷就跟小书童说,你啊,把老人家那身衣服从那小船上给拿下来吧,让老人家好把衣服换了,把这身衣服还给那打鱼的人。 哎,小书童按照丁二爷的话办了,丁二爷又拿出二两银子,交给那小书童,就赏给那鱼船了。 再回身告诉自己的随从人员,就这仆从,你啊,陪着周老汉,帮着他开这茶楼,啊,你一定要尽心尽力,有什么事儿,找二爷我,二爷,您放心,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。 这个周老汉多了多说拿着银子,真想跪铁磕头,二爷看见了,展爷也看出来了,两个人一伸手,老人家。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行礼,展昭明被丁二爷的意思,丁二爷乐了,展昭也乐了,二爷还没说话呢,展昭都替他说了,老人家呀。 你看二爷什么意思吗?告诉你,倘若老人家你再开茶楼,你可不能粗心大意,再换字号了。 我记住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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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儿再也不敢了,再也不敢了,去吧,高高兴兴开你的周家茶楼去吧。 这样呢,周老汉带着丁二爷这仆从,两个人就走了,展爷,顺着声音往下瞧,瞧这老汉的背影,再往前一看呢, 自己的从人张路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呢,因为展昭昨天依然嘱咐好了。 二爷丁昭会也挺机灵啊。 展兄,那边是您的随从吧,那匹马是不是您的尊绩? 是,不错。 展兄,昨天家兄派人来呼唤小弟。 小弟呢,就叫这个人把那口信带到家中,回禀我的家兄,说我呢,跟您巧遇。 家兄高兴极了,一定想见您一遍。 无论如何让我把您请到家中,盘缓几日,不知道您肯不肯光顾。 展昭一想,本来我是没什么事儿,这假期还长着呢,我何不借此机会交个知心朋友啊? 丁二爷快言快言快语,这人确实不错,好吧,展昭就答应了。 小弟也确实早就想到宝庄凤叶。 未得其变呢,继承雅碍,敢不从命。 张璐啊,公子,你啊,回家。 我上松江府,墨花村丁大圆外丁二圆外家中去待乘几日,我们坐船去,马就没用了,你把马带回家去,用不着五六天,我就回家了。 我可告诉你,你回去遇见展昭,你知道怎么跟他说吗? 您放心吧,我知道怎么跟他说。 这书展昭呢,望着亭子下头走,就走到张璐旁边了,张璐轻轻的说,您放心,我回去告诉展昭,就说您啊,为了联姻之事去的。 好,那么你就先走吧。 张璐呢,拉着一匹马,骑着一匹马,回归展昭的家,咱们放下,暂且不表。 单说南辖展昭展雄飞,跟丁二爷带着小叔童儿,就一块儿上了船了。 坐着船直奔松江府,水路啊,比汉路近得多。 二爷丁昭会坐惯了船了,他不怎么理会。 可是南辖展昭啊,他不轻易坐船,一般的话骑马或者不行。 今天坐在船上,看着沿途的景致,就觉得心旷神怡,十分的高兴。 跟二爷丁昭会说说笑笑,情投意合。 两个人呢,一问这岁数,丁二爷小,展昭比丁昭会大两岁。 哥哥,这回没错了吧? 您找我两岁,我就应该叫您兄长。 好,那么我就叫你贤弟。 两个人坐在船上,这船往前走,一边走,这哥俩一边聊,聊着聊着,就聊起周老汉这茶楼这件事。 展昭啊,心说,我借这机会问问他吧。 贤弟啊,我请问你一件事,哥哥,有什么话您说? 我问你,你说你奉老伯母之命前来进乡? 上乡吧,你为什么带着好几百两银子呀? 兄长,我这银子呀,是买东西用的。 哦,那么你如今把银子赠给了周老汉,你拿什么买东西呢? 嘿,兄长放心,地随不裁,如果需要银子,可以借出来。 好,借得出来更好。 如果对方要不借,贤弟啊,你得把灯给吹灭了,这银子就借来了。 什么? 二爷盯着会一听明白了。 把灯吹灭了,我有打郑家茶楼拿出的九封银子。 嗯? 展大哥,此话怎么讲啊? 兄弟,莫道人行早,还有早行人呢。 哈哈哈哈,二爷盯着回乐了,哥哥昨儿你也去了,那是。 南侠展昭就把昨天的事情说清楚了,两个人是哈哈大笑。 正说着呢,船靠了岸。 水手搭好了跳板。 这哥俩气周登岸。 丁二爷一点手,小叔同儿过来了。 快走,回家先送信去。 哎,小叔同儿撒腿就跑。 丁二爷陪着南侠展昭慢慢溜达着往前走。 展昭一看啊,这条道真好。 一半天然,一半是人工,用三河土砸的这地,这叫平成啊。 就在这框框的道路旁边,两边全都是密树松林。 在这树林的里边,道路的外边,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。 接着几十步远就有一棵大树。 而且这树呢,这边一棵,那边一棵,两棵树是相对的,这树长得这叫好啊。 每棵树里边站着都有人。 这边一个,那边一个,两个人的穿正打扮一样,岁数也差不多。 哎,长得皮肤的颜色也差不了多少。 几十步一棵树,几十步一个人。 所以说,几十对树下就几十对人。 这些人穿的都差不多,挺精神,一个个浓眉大眼,宽腰后背。 头上高腕发卷,戴着颅尾编的圈,身上穿着背心,露着两只胳膊,青筋暴露。 这些人全都抄手而立,光着两只脚,有穿草鞋的,但是裤子全都往上卷,卷到了磕膝盖上。 这些人不说话,就瞧着南峡展召跟丁二爷。 南峡展召一瞧这些人,心都纳闷啊。 先帝啊,请问你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? 大哥,跟您说我们这江中有五百多条船,这打鱼的人呢,就靠水吃饭了。 水中有鱼,全都想打鱼,经常争吵,有时候动手就把人伤了。 所以官府呢,就下了名闻了。 江中有个炉花档,炉花档为戒,我们这边呢,是二百多条船。 这二百多条船呢,就归我们哥俩管了。 我们哥俩呢,就把这船编程队,十条船一个小头目,一百条大船一个大头目。 还有一个呢,就是总首领。 这些人必须得听我们哥俩的。 当然,打上鱼类之后,得望上交税,而且官府用的鱼虾,我们交完之后,剩下的才能开这场呢。 定价钱,是我们哥俩的事。 跟您说,这些人全都是打鱼的人的头目,每天得在这站班。 哦,南侠展兆新说这地方规矩还真不小的。 聊着聊着,就走到这三河土砸的地基这条宽道的前头了。 二爷右手一指,兄长,您看,快到了。 谁说快到了? 起码得有七八十米的路程。 这条道啊,铺得也很好。 用青石头籽铺的路,你看,就跟那鱼鳞似的,这叫青石鱼鳞路。 走过这几十米,前边就是一座广亮大门。 这广亮大门呢,就是丁家的庄门。 门外头一边站着八个,全都是短一只小大半。 在台阶上,正当中站着一个人,身背后,也是十六个随从。 这十六个随从,比前边在树下站的人还精神,还机灵。 看岁数有十七八岁,哼,穿着斩斩新的衣裳。 凑拥着正当中,这位武生公子爷。 这个人,一看南侠展昭跟丁二爷到了,迈步往前走,走近了。 把展昭吓得一跳。 展昭可不知道。 展昭回头再看看丁召会。 再往对面一瞧,这二位怎么长得一样啊? 其实呢,丁召兰,丁召会哥俩是一奶同胖,双半。 两人长得是一模一样。 不过大爷比二爷要沉稳一些,你要仔细看,一般人看不出来,除非他最近的人,知道脾气柄行了,也就能分出来了。 展昭看看这个,再看看那个。 展昭眼睛听见,就瞧出来了,面前这位肯定是大爷,要比二爷沉稳。 大爷早听说南侠展昭要来了,所以带着手下人降接而迎。 展昭迈不往前走,大爷迎上来。 展昭刚要十里,二爷在旁边用手一掺,大爷盯召兰一抱拳。 展昭,来到我的家中,彭壁生辉,未成远迎,当面请罪。 哎哟。 请起! 展爷用手一拦,就没让大爷盯到兰十里。 展昭光要十里,这边二爷用手一拖。 大爷乐了。 请吧。 左边一个,右边一个,丁大爷,丁二爷,就把展昭展熊飞往这大庄门里头让。 展昭非常清楚啊,这不是一般的地方啊。 低头一看自己腰间还带着宝剑呢。 丁兆兰,丁兆会家中有老母在堂,我怎么能带着利刃进这丁府呢? 到底南侠展昭如何对待丁兆兰丁兆会? 展昭联姻,咱们下回再说。 请不 好的。 感谢观看